奥运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自己的一个队伍也表现得非常好 金牌决胜球口罩超级吸引 球奥运金牌领羊配魅力无法挡 让防疫五月天也感大热潮 但下一秒画风突变 媒体追问高端封肩跳号细节 阿仲部长生气了 这样的问法不好 我昨天就跟你讲我忘了问 所以你第一天问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跟你讲说我忘了问 用这样的态度 我想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 阿仲部长变脸导火线救世国人 高度关注的高端疫苗 目前仅有四批完成封肩 十批检验中 另外有八批被要求补件相关资料 至于补件的原因为何 陈时中四两获钱金 不管是药或疫苗 只要任何在资料上面 有任何的疑问 基本上都要请厂商 要提出相关的资料说明 一定要把它就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了 那一定要把它弄到是正确来才可以 否则是不会放心的 强调就算在国内疫苗不够的情况下 高端检验依旧不容马虎 层层罢关国人拥有安全 另外国内四日新增二十例本土个案当中 仅有四例感染源不明 那么二级警戒有望在松绑吗 8月9号之后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要大幅的变动 针对这些个别提出的问题 那我们会寻求一些个别解决的方案 那8月10号以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向为准 即便国内疫情维稳防疫政策 依旧延时只针对个别问题细部调整 谨慎应对不让疫情再起变化 环宇新闻客观陈黄佩涵 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